大家好,我是林彬毅 今年四十五岁了 在一间中华碧师 华脚做教师 我的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就已经是六年级了,十二岁 小孩子,小女儿呢 就三年级了,就九岁了 我自在十二岁开始呢,就带住亲戚 2019年开始,我的清学就开始 开始有点恶化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医生就介绍带这个人工耳窝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从2020年9月 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人工耳窝 超过三个月左右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起初刚刚开始 进行这个人工耳窝的时候呢 他的声音啊,就顺着,顺着 很,baby,baby,baby 非常非常的,利的声音 简直是我听到的是这边的声音 这边的声音,感觉不到 差不多一个阶段 因为他安排一个月一个月去调那个声音 调声音,就还好 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balance 到我的住亲戚之前的那个声音了 不过呢,他还继续调 调到现在的这个声音呢 就可以接受很多声音了 包括车里面的那个电台 那个声音呢,也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一点了 我戴上这个人工耳窝的 比较喜欢那个声音呢 就比较美妙的 比较soft的 比较柔软的 柔和的声音 不好像我之前戴的那个住亲戚呢 比较卖酱 那个声音比较重 这个声音呢,就比较soft一点 比较温和一点 所以这个人工耳窝的声音呢 就多变化 和之前的那个住亲戚呢 就变化很大 可以说是有360度的变化了 因为他比如说 外面加到很大很大的蚝鱼 我在室内 我还可以听得到 有人正在说话 有人正在唱歌 有人正在讲话 或者是见自己的声音 还可以听到 是比较喜欢那些 宋物的声音比较多了 因为可能他之前没有听到那些 鸟鸟鸟鸟鸟鸟鸟 现在有时候我们 我们下那边楼高 就可以听到那些 狗的那个鸟的声音 至少我还可以知道 那些狗鸟的声音是这样子 很多的分别 不是一种声音罢了 我就感觉到一个草子吧 现在呢 变化很大 所以我还就比较敢去听 因为现在我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我一定要去 去听那个音乐 要请他去唱 至少我还可以听得懂 那个歌词 他之前 之前呢 我的大儿子呢 他要浩姐了 上次给我 有时候我跟他讲 什么来的 什么 他听到我听不到 他就来接给我 我就是他 写在一张子给我 现在呢 他这个讲 妈咪明天要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交代给我了 从我早上五点 待到晚上十点 大概有超过十 差不多有十六个角色左右 我一睡醒 早上一睡醒 就一直待 待到晚上睡觉之前 因为有些同事呢 他们和我相处很久 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会习惯了 来我面前 比较大声的去做话 要不然用用手指给我 要不然用手指给我 要不然呢 就用比较强的声音很 不过呢 现在呢 就不需要用手指 我怎样去睡觉的话 我就直接用我本人坐在那边 这样子给他看 或者撞下来给他看 因为我从事有看过的 他们有看过的 特别的感觉其实是 可以做是包括我的所有的同事啊 我的家人啊 我的身边的支持和鼓励的人啊 尤其是我的副教长啊 然后也感觉我的同事啊 有纳包容那种啊 而且呢 在我的工作上呢 也帮助了我很多 他们也提供很多那些借助 就是说 在我没有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这蛮辛苦的 他们要借走我的工作分量 也要感谢我的家人的事实啊 鼓励啊 还有那些那些 有感谢那些医生啊 特别的去推荐啊 尤其是 Dr. Cole啊 和Mr.Peduct啊 17年了应该 到现在啊 17年了应该 2005年开始认识他 我叫他了 我叫他了 我会介绍你们给我们 刚刚的时候咯 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来咯 他跟讲 你做这个手术之后 你太太就会听得到你们讲话 你就不用这样辛苦 啊 他叫我 尝试一下啦 跟他商量 然后我可以让人家私下咯 从当初呢 我不是很 半胆的去借走 因为是 由于是 学校的从事啊 鼓励啊 然后学校的那些介绍 去做 结果 好还是不好 过后才还打算 啊 那个时候 我就 妈妈孩子有点变化了 之前他戴那个耳 耳机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的问题 是这样啊 然后到他这个耳机 帮不了 听不到了 跟这个分别很大啦 他跟他讲话 现在听 听到我讲话 啊 嗯 跟我的台语的我不同 啊 女儿子在台语 哈哈哈 之前我问过他的校长啊 部校长啊 他的同事啊 啊 他讲好很多啊 他比之前很好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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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